好 這個連續四天的秋節假期 加上穩定的天氣 七星潭月牙灣湧入大批的民眾 為了維護民眾的安全 海巡署第12暗巡隊增加勤務人力 針對七星潭暗記油氣 以及細水民眾貼心的提醒 水域安全避免意外事故的發生 國內旅遊也同步回溫 七星潭遊客也較以往多出數倍 海巡署第12暗巡隊 並增派第2機動巡邏站 七星潭案檢所勤務人員 對於暗記油氣以及細水的民眾 加強實施柔性勸導 因應中秋天假到來 國內遊客眾多 漲潮時浪況同有維安因素存在 本所人員利用沙灘車及巡邏機車 實施攤案巡查 如有民眾靠近浪況較差地方 本所人員將以柔性勸導 提醒民眾遠離浪區以側安全 七星潭的案記浮原遼闊 海巡署特別運用了四輪沙灘車 機動及彈性的方式 在七星潭案記間來回巡邏 並且縮短緊急救援的時間 而七星潭的月牙灣遼闊寬廣 以沙灘車有效的確保了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林傑 新城鄉 採訪報導 在九星潭案記者林傑 新城鄉